新书快报 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呢? 我们其实非常难以体会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绘本 封面的话在空袭摧毁了家园的瞬间 小孩子夹杂在慌乱的人群当中逃跑 仓皇又无助 光是看到这张图啊 就让我觉得好像可以体会到战争的痛苦 为您介绍这本绘本 书名叫做《找妈妈》 为您请到的是格林文化的编辑 陈玉婷 玉婷您好 哈喽 大家好 这本书的书名叫《找妈妈》 我想就先从封面来介绍吧 封面这幅画 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什么呢? 从这幅封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村庄的后面呢 它就炮火四射 大人和小孩呢 就一起逃跑 有的大人是抱着小孩 牵着小孩 那有的小孩是孤单的 自己一个人逃跑 那其中呢 一个人就是阿金 他非常的害怕 因为这个村庄已经非常不安全 那他也没有家人的陪伴 还必须要逃难 也需要找到他的妈妈 你刚刚说的这个主人公叫阿金 他是个小朋友 也是《找妈妈》这本书 很重要的一个主角 像讲到战争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距离我们很遥远了 因此有人能够画出一个 跟战争有关的故事或绘本 是让我还蛮好奇的说 他这故事的来源是真实的呢 还是说他意想的呢 这本书的灵感是来自 作者克罗德杜博 他妈妈童年的真实故事 他妈妈在小时候经历过恶战 然后也因为恶战呢 与家人走失 然后被迫呢 展开逃难的生活 那这个阿金呢 他整个逃难的历程 也就代表 作者他妈妈的真实的经历 如果是来自于 他妈妈的真实经历的话 我想这里面一定有 很多栩栩如生的细节 那这个细节 一定是安排在故事里头的 像《找妈妈》这样的绘本 他的故事大概怎么样安排 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呢 阿金呢 他原本住的村庄 是非常的相和 那结果突然呢 战争来袭 那阿金呢 他被迫呢 要开始逃难 一开始阿金呢 他逃回家里 他发现家里整个被破坏了 完全无法居住 那他也找不到 他的家人和他的妈妈 在这个逃难的过程中 有大人呢 试图要帮着他 牵起他的手 要带着他一起逃跑 但是结果呢 阿金呢 他跟不上大人的脚步 突然那个手一放 他就与大人们走失了 他一个人孤单单的 看着整个被摧残的村落 发现许多人呢 就倒在地上 阿金看到这些景象呢 非常的惶恐 因为这是他从来 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这本书叫做找妈妈 我看过他的作者啊 他在网络上有很多 他以前画的 像是跟动物有关的绘本 非常的可爱 颜色也很鲜艳啊 线条也非常的细腻 但是看到这一本 找妈妈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完全 不是不同人在画画 因为那画风完全不一样 要不然谈谈他的画风 在这本找妈妈里头 有什么样比较特殊的地方吗 这本呢 找妈妈 他的画风呢 作者是采用那些 铅皮素描 他比较是用 速写的方式 用那种非常流畅 然后简易的线条 去描绘一种 他已经看到战争的一个情况 那他的色彩呢 非常简单的 用灰色黑色 甚至一点米黄 有点接近 无色彩的色调 那我觉得作者 他主要是用那种 简单的线条数学 去带领我们去看说 阿金他看到了战争的 他的一些心境 跟一些情绪 您刚刚讲到阿金 他有很多的情绪 其实我在看这些 就是不是很细描 这种素描画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阿金其实有 很多种不同的表情 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脸部 就有一些表情 还有他的肢体动作 能不能谈谈 脸上其实并没有很详细 那种细的线条的时候 这个作者是用什么方式 去呈现他的表情的呢 我觉得作者他 虽然说他的那个 脸部细条不是很 不是很细密 但是他可以从那肢体 我们可以去感受 阿金的情绪 比如说像阿金他 孤零零的站在那个 就是被摧毁的村庄 他看着满地就是导着受伤的人 他呢 他是眼睛呢 就是非常有点无助的 看着这个世界 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从他一个人 站在那群 那个地方的生意 感受到他的孤单 或是说阿金呢 他在逃难的时候呢 曾经来到一个避乱所 那他在中间呢 他发现一个熊宝宝 那他亲密地抱着那个熊宝宝 然后紧密地抱着之后 我们可以感受到 阿金他其实非常渴望一种 保护跟一种依靠 其实阿金遭遇到的悲惨的事情 还蛮多的 他还有碰到什么更惨的事情呢 阿金呢 他在逃难的过程中呢 他就遇到一群的士兵 结果士兵呢 就把他们抓住了 那阿金呢 他和其他就是被抓住的小孩呢 他们就被迫要帮士兵那个取水 帮他们打扫整个军营 那他就是要付出一些劳力的工作 或是帮他们洗衣服 他们就是得付出劳力 帮军队工作 那换取几口饭吃 讲到几口饭吃 会让我想到说 饥饿这件事情 恐怕也是战争中 我们一定要面对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觉得 很遥远的事了 他在这一本《找妈妈》里头 好像有好几个场景都看到了 阿金其实是吃不饱的 捧着一个碗的那种感受 对 他其实最感受到他就是 过着有一餐 没有一餐的生活 他也吃不饱 然后也不知道他 可以在哪里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或是可以找到他的妈妈 那甚至呢 他之后他在挑选这些军队 那他又继续展开 他的逃难的生活 然后他也不知道逃到哪 有时候他也害怕被军人发现 然后必须躲在那个 涨得非常高的草丛里面 刚才我们都在讲 这个《找妈妈》这一本绘本里头 主人翁阿金 他的悲惨的遭遇 这本书里头 其实有好几次阿金 都碰到了援助 要不要谈谈 是什么样的人 给了他什么样的援助呢 阿金呢 他在路途中呢 遇到一个非常善良的脑奶奶 因为他看到阿金 一个孤单的小孩 那这脑奶奶 其实就是怀里 抱着一个小小baby 那他就带着阿金呢 一起逃亡 他在逃难的过程中 就是脑奶奶有时候 他会非常累 体力不支 甚至导坐在地上休息 但是呢 脑奶奶始终没有放弃阿金 他始终带着阿金一起逃跑 那他们后来渡过一条河 那受到人道救援组织的帮助 把他们带到安全的难民营 难民营其实也是 我们很难想象的场景 这本《找妈妈》里头 对难民营的生活 其实描写了还蛮多的 对 其实在难民营的生活呢 还是有一点辛苦 他们有时候必须要 坐在地上吃饭 有时候要帮忙打草 那这时候呢 阿金呢 他还没有遇到他的妈妈 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过 这时候志工营 也会有医生呢 来帮助阿金和他聊聊 希望可以让他的心情呢 就是比较开心得到安慰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场景 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 可能都是很遥远的事情 甚至连大人可能都不晓 怎么跟他解释吧 要不要讲讲 你们在推这本《找妈妈》的绘本的时候 有没有设定 说阅读的年龄层 大概要几岁到几岁呢 这一本呢 我们认识的应该是 小学以上的小孩可以阅读 但这一本是无助音的 所以可能就是在低年级的小朋友 可以是家长一起陪读 那中高年级有开始可以阅读 无助音的字的话 可以试着自己阅读 你有讲到助音这件事 就让我想到说 这本书其实是有文字的 虽然它是绘本 那文字跟图的比例大概怎么样呢 这本书比较特别就是 它把阿金整个逃难的历程 分成一段一段的 那每一段是有一页的文字 和多张的连续查图去呈现 所以其实它的文字是非常简单 像是写实的方式去旁观的叙述 阿金整个逃难遇到的事情 那可以透过图画 去一张一张的感受到 阿金他在逃难过程中 他看到的情景 跟他一种害怕跟孤单的感受 我觉得如果是我是小朋友 我看到那个图里面 阿金一直很饿的时候 我可能会问说 他为什么会这么饿 难道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吗 如果你是那个爸爸妈妈 要念书给我听的话 你可能会怎么解释啊 食物就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阿金是不得已 所以才肚子饿的 有时候阿金他可能就需要 透过劳力去帮助军人 然后换取一些食物 甚至他到那个难民营的时候 虽然有食物吃 但是也都是一些简单的食物 那我觉得孩子呢 可以从这些阿金的历程之后 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我们肚子可以温饱 有这些好吃的食物可以吃 那有家人的保护跟陪伴 这是非常的珍贵 是需要珍惜的 除了小朋友 其实大人看这本书的时候 也会非常有感觉 因为他无论从绘画 还有他呈现那种战争的痛苦 应该都会让我们觉得 反战是必要的 今天非常谢谢 格林文化编辑陈玉婷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绘本 找妈妈 谢谢玉婷 谢谢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